东方热点,专业时评,欢迎收看本期的东方时评,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玩,越来越令人意想不到了,尤其在中东,怎么来形容呢? 差不多是电视剧《亮剑》里那句话,整个进西北都打成了一锅粥了,爆裂,奔放,还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诡异,一场战略级,地缘级的生死搏斗已经正式展开, 为啥这么说呢?我们还是有包洋葱的办法,一层层地,解开背后隐藏的东西,老规矩,第一层洋葱,是看这两天发生了哪些事? 第一件事,是,就在大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报复,终于大规模地展开了,现在巴勒斯坦的上空,无数的火箭弹呼啸而起,从袈裟地带飞出,冲向特拉维夫市和古士丹这些以色列城市, 以色列的铁穹的系统,则展开拦截,湛蓝天空中,飘荡着一条条的白色尾烟,凄厉地空袭警报声响彻四处,轰隆隆的爆炸声,不时传来, 当煤蓝柱的火箭弹掉落,在地面炸开时,看到的人们会发出一阵阵惶恐的惊呼,三个多小时前,以色列人说,光从袈裟,就朝他们发射了三百多枚火箭弹, 之前,相互扯皮的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这次也团结起来,组成了联合作战室,发布军事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实施自由的复仇行动, 虽说没宣战,这其实就是战争,以色列全境几乎都陷入了紧张状态,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已经停航,交通中断,大批预备翼军人被征召回部队,坦克和装甲车四处可见, 为啥会有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我昨天讲过了,当地时间5月8日凌晨,就在黎明前夕, 40多架以色列战机突然起飞,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猛烈空袭, 现在已有15人遇难,还有数十人受伤,空袭结束后,躲避袭击的人们到了现场, 清点之后就更愤怒了,因为这根本就是场暗杀,针对的是三名哈马斯圣城旅的高级指挥官, 军事委员会秘书吉哈德·加纳姆,北部地区指挥官哈利勒·巴赫蒂尼, 西岸军事行动领导人塔尔·穆罕默德·阿兹丁,为啥会愤怒呢? 因为就在前不久,以色列人找到埃及人,让他们牵线, 说想在他和哈马斯之间实现和平,至少是停火。 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不会向对方重要人物下手, 这三人可能因此放松了警惕,住进了家里。 但没想到,这是个陷阱。 俗话说,道义有道,就算是敌对双方,有些规矩也是不能打破的, 以色列这次空袭其实是打破了多年就有的规矩。 所以这个阿拉伯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我昨天讲过,这件事,正是以色列人所想要的。 这两年,美国人不断说要搞印太战略,要把力量撤到东亚来, 让以色列人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他要搞事,要让中东不平静,尽可能地把美国拖在中东。 现在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报复,怎么说呢? 以色列人的目的达到了。 但美国也因此不得不被以色列更深地拖下水, 中东老百姓对他的反感又更加重了一分。 但这是,美国人没办法。 江湖上一直有种传言,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 美国的深层政府,也就是真正统治美国的人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锅,美国人必须背。 巴勒斯坦人力量有限,周围一堆阿拉伯国家呢, 也只是谴责和愤怒。 所以今天这报复的场面,只是看上去热闹。 但今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就不是这样了。 虽说声响不大,但人家是扎扎实实地坐下来了, 谈怎么把美国赶出中东,这事就大了。 这就是要说的第二件事,就在今天,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的外交部长 终于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了。 为啥要加个终于呢? 因为这次会晤相当不容易,本来早就说要会晤了, 向外界不知道放了多少次封, 从刚开始的去年年底到今年二月, 再到四月,反正一堆日期,但就是敲不定。 为啥呢? 主要因为大家之间的矛盾挺大, 尤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 这件事得从去年7月19日说起。 当时普京去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 然后呢?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到了。 他是谁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为啥谁意想不到呢? 这是我之前说过, 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可同属中东四强, 彼此之间那可是相当的有嫌隙。 在两个地区争夺得尤其厉害。 一个是在高加索地区形成了这么一对组合, 土耳其加阿塞拜疆VS伊朗加亚美尼亚。 一个在叙利亚, 则是伊朗和俄罗斯一起, 竭力支持叙利亚, 对抗各路叛军, 其中好几路就是土耳其扶植的。 不断在暗斗, 只是没有明着打起来而已。 三家人都到了后, 先是普京和与伊朗, 土耳其领导人两家, 分别进行双边会晤, 之后再三家合起来, 举行三方会谈。 会谈结束后, 就开始对美国放狠话了。 由普京出面。 他是这么说的, 美军必须离开右发拉底和以东的叙利亚领土。 普京还说, 美军必须停止抢劫叙利亚及其人民, 停止在叙利亚偷石油, 停止以单边制裁的方式, 导致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最后, 他说, 这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立场。 这段话说出后,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为啥呢? 主要出在土耳其身上, 它可是北约成员国呀, 北约的老大呢? 又是美国。 之前, 土耳其确实和美国不合。 但谁都没想到, 土耳其和美国之间, 居然能不合到这种地步。 他居然和俄罗斯、 伊朗联合起来, 要把美国赶走跑路。 具体针对的是哪支美军呢? 早就名扬天下, 就是那支偷叙利亚石油和偷小麦的美军。 在2014年, 借着打击KB活动的旗号, 美京叙利亚政府同意, 就擅自驻扎进去, 还自顾自地建立了军事基地。 普京这话说了后, 美国人是啥反应呢? 显然冷冷一笑, 说不啊, 另一个重要角色叙利亚呢? 他的反应也很诡异, 不吭声, 这就怪了, 因为普京说的是主要涉及的可就是他呀。 而且俄罗斯对叙利亚, 可以说有救命之恩。 普京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叙利亚不跟着附和一声, 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挺怪。 没过多久, 大家终于摸清了叙利亚人的态度, 美国人是占领军, 没错, 但土耳其人难道不是吗? 他也支持叛军, 也占着我的领土呢? 确实, 叙利亚人家园破碎, 很多人生死离别, 妻离子散, 中间也有土耳其人造的一份孽。 怎么办呢? 赶走美军这件事, 没有叙利亚参与, 那是万万不行的呀。 所以得先把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调节好啊。 今年四月底, 终于有突破了, 在莫斯科、 俄罗斯、伊朗、 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 土耳其人答应把他的军队撤离叙利亚领土。 这是一解决, 事情就好了。 今天, 俄罗斯、 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外长会议能开, 说明经过这段时间的大家暗中的穿梭往来, 叙利亚和土耳其两家, 确实谈好了。 既然大家谈好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想办法把美军赶走了。 所以这次外长会议要谈的, 就是这件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 说得特别直白, 这次外长会议, 就是讨论怎么S使叙利亚政府恢复对国家所有领土的控制, 搞出个路线图来, 然后提交给四国各自的总统。 这件事怎么说呢? 等这四家把详细的事情谈好, 那只在叙利亚偷石油偷小麦的美军恐怕要被扫地出门了。 说到这里, 大家差不多能看出来了, 不管是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报复, 还是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 其实都奔着一个目标去, 把美国人赶出中东, 而且都是各方力量团结起来, 要搞大事。 但赶走美国人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为啥呢? 说到这里, 就可以包开第二层洋葱了。 我们之前介绍过美国势力是怎么进入中东的, 最早的时候, 中东是英国和法国人的地盘, 后来二战开始了, 两家自顾不暇, 美国人就乘机伸了一脚进来。 1945年亚尔塔会议结束后, 美国总统小洛斯福就坐着墨菲号驱逐舰, 跑到鸿海和沙特国王一本沙特会面。 这次见面, 两人做了个交易, 沙特阿拉伯开放美国资本进入, 他产的石油也优先供应美国。 作为交换条件呢, 美军要进驻沙特, 建立陆军, 空军什么的军事基地来保护沙特的安全。 简单来说, 就是石油换安全。 之后几十年, 美国人以沙特为基地, 一步步地把手伸进了整个中东。 人家可是经营了好几十年啊。 现在是什么一副格局呢? 上张图, 简单来说, 就是占据了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最上面的那个篮框, 在高加索山脉中, 那里没有美军驻扎。 但美国人通过不断地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拱火, 让这两个国家产生矛盾, 甚至不时爆发大规模的战事, 进而再把土耳其和伊朗牵连进来。 上面说过, 在高加索山区, 可是有这么一对力量组合哦, 土耳其加阿塞拜疆VS伊朗加亚美尼亚, 怎么拱火呢? 纳卡地区, 这是我们之前说过多次, 那是高加索山区的一个交通要道, 当地老百姓主要是亚美尼亚族, 但在前苏联时, 把它划给了阿塞拜疆, 苏联在时, 因为算在一个大屋顶下, 大家有矛盾, 但还没事。 等苏联解体了, 就有事了,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 已经大规模开打了好几次, 幸亏俄罗斯人摁住, 才没打得更凶。 美国人在干嘛呢? 其实, 亚美尼亚人才三百多万, 阿塞拜疆人倒有一千多万, 强弱对比很明显, 所以这两年只要打仗, 亚美尼亚人经常吃亏。 有些人甚至说, 这么打下去, 也不是办法, 只要阿塞拜疆人保证能充分尊重纳卡地区老百姓的权利, 我们就按前苏联石化的国界, 结束冲突吧。 每当亚美尼亚人这种声音一起, 美国人马上就派人, 比如说, 佩洛西, 去年在我们这边闯完祸后, 很快就去了亚美尼亚, 跑去大叫, 美国和你们站在一起, 亚美尼亚是小国啊, 人口还不到中国的一个地级市, 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人物啊。 所以亚美尼亚人一听, 挺激动的, 本来可能有点灰心丧气, 马上信心又来了, 在纳卡问题上又不肯让步了。 佩洛西去年打的鸡血, 效果很快就没了。 前段时间, 亚美尼亚总理对着国会议员又说起准备妥协的事, 很快, 美国人又冲过来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来来来, 我们帮你们调解。 结果就冒出这么一张照片, 布林肯脸都笑开花了, 而和他握手的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两家的谈判代表呢? 却是脸色铁青, 不苟言笑, 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这张照片传出后, 很多人都笑着说, 现在轮到鹰匠摸着兔子过河了, 但鹰匠不行啊, 学我们怎么斡旋沙特和伊朗, 学得不像啊。 其实, 布林肯哪里是去当和世老? 他是去拱火的。 亚美尼亚方面没吭声, 但阿塞拜疆方面就很生气了, 说, 布林肯跟我们说, 纳卡地区应该是亚美尼亚的, 这我们怎么可能答应呢? 所以这不是调解, 而是再次去拱火。 为了堵住俄罗斯人向南, 通往中东的通道, 为了挑拨伊朗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关系。 但这次, 美国人的招数好像用老了。 因为在昨天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时, 亚美尼亚总理跑去参加了, 还坐在普京旁边一起吃了饭。 这个要点, 今后美国人想拱火, 看来是拱不起来了。 第二个要点是第二个篮框, 就在从高加索山脉刚出来的地方, 如果有力量越过了山脉, 那正好在这里堵住。 这里驻扎着两只美军, 一只在叙利亚境内, 就是那只偷石油偷小麦的美军, 差不多九百多人。 一只则在伊拉克境内, 打着搞培训的旗号, 硬是驻扎着大约两千人。 美军不是天兵天将, 如果人家真要搞他, 这点力量当然挡不住, 所以他又扶植了两股大势力。 一是库尔德人。 之前我们说过, 库尔德人分散在土耳其、 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四国。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就大力扶植库尔德人。 这四国, 谁敢跟美国人作对, 美国就让他国内的库尔德人搞动作。 简单来说, 就是一足控四国。 二是叙利亚判决。 占据的地盘, 主要是下面黄色和绿色的那一大块。 分成两圈, 把这900名美军给保护着, 一圈是前面说到的那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另一圈呢, 就是上面说的库尔德人。 这两拨人加起来, 有快十万人, 就像仆人一样, 小心地伺候着这900名美军。 这些美国大兵就不但不会有事, 还能偷石油, 偷粮食, 赚大钱。 第三个要点就是重中之重了, 波斯湾沿岸, 也就是上面那图上标着三的篮框。 周围一圈美军基地, 在科威特, 有美军驻扎, 卡塔尔有, 巴林有, 沙特阿拉伯有, 阿联酋呢? 也有。 美军中央司令部, 第五舰队司令部都设在这个地方。 上张图, 中央司令部的作战区域是上面橙色的那一块。 当然, 除了这些美国自己控制的要点外, 他还有个重要帮手, 以色列。 在最上面那张图中, 我们用褐色小矿给标注了。 说到这里, 就能看出现在美国在中东面临是什么一个局面了。 他自己关注的三个要点中, 第一个要点因为没助军, 光靠外交手段和挑动地区矛盾在维持着, 目前看来已经丢了。 第二个要点呢? 这次俄罗斯、 伊朗、 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的外交部长会议要解决的就是这问题, 不光是叙利亚的那900名美军, 还有伊拉克的那2000名美军, 以及叙利亚的叛军和库尔德人武装。 之前四家没联手, 美国人还能挡得住, 但现在四家联手后就很难说了。 我们之前说过, 中东主要有四大强国, 伊朗、 沙特、 土耳其和以色列, 这四家中的两家压上来, 光凭美国人凑的那点力量很难挡住。 第三个要点,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点呢。 在第二个要点解除后, 各方力量将会直接压上。 等各方力量压上, 再加上现在沙特和伊朗已经和解, 在这种大背景下, 美国人待在中东的成本会非常高。 当成本实在太高, 美国人受不了, 他就要么像阿富汗一样陷入个无底洞, 最后花费太高, 坚持不下去, 灰溜溜地跑路。 要么见识不妙,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就直接跑路。 但不管是哪种跑路, 美国人在中东已经很难待了。 从今天的形势来看, 今后以色列也很难像之前一样, 能帮得上他什么大忙。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 会带来什么呢? 这又得包开第三层洋葱, 中东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 上张世界地图, 有没有看出什么来? 中东这地方, 地理位置特别怪, 它夹在波斯湾, 红海, 里海, 地中海和黑海之间, 周围又有重山峻岭, 沙漠什么的。 所以别看地盘挺大, 但通行的路却很窄。 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 我们之前就说过, 美国这个国家, 是在美洲大陆上的, 如果在亚欧非大陆上, 出现一个强大势力, 能把整块大陆整合起来的话, 将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 怎么才阻止这种整合呢? 最核心点, 其实就在中东, 因为它是交通要道。 更何况, 它周围的波斯湾和离海, 还蕴藏着大量的能源, 欧洲如果拥有了它, 美国将没法通过能源来控制它, 还能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俄罗斯呢? 如果能控制这块地方, 就能防止自己高加索附近的边缘地区出事, 同时还能加强它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我们呢? 也需要这地方的能源。 简单来说, 只要这世界上用的机器, 很多还是内燃机, 能源结构没发生大的变化, 这块地方的地位就不可撼动。 为啥美国搞这地方的司令部, 名字要叫中央司令部? 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 巨压欧非大陆的正中。 所以, 千万别小看今天发生这两件事。 它其实牵扯到整个大陆的命运, 随着美国人醒悟过来, 说不定在这地方将展开一场最激烈的生死搏斗。 既然知道它有多重要, 又知道它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变局, 我们就可以包开第四层洋葱了。 这件事, 对我们个人来说, 有多重要? 这又得说起去年和前年说过好几遍的那句话了。 我一直想不通, 为啥2021年美国人会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尤其对我们来说, 更是如此, 美国人撤出阿富汗之后, 一条从中国通往中东的大道就此敞开了。 知道新疆的喀什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有多远吗? 直线距离2201.2公里, 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有多远吗? 直线距离为2917.7公里, 知道它离阿联酋的迪拜多远吗? 直线距离2483.4公里, 比很多国内城市都近。 之前还有在阿富汗的美军堵着, 所以大家觉得这地方远, 但两年前美军走了, 现在中东离我们还远吗? 很近。 说到这里, 就可以讲讲为啥今天要专门写这篇文章呢? 因为最近有两件事, 一是注意倒霉, 我们和阿富汗之间将来会有大动作, 二是, 我们和中亚之间也有大动作。 之前讲过, 马上会开峰会。 这两件事一结合, 如果都搞成, 我们通往中东的路, 难道还不畅通吗? 我们所能做的, 只能是把这世界的变化, 一点点地告诉大家。 你, 甚至你恩戴子孙的成败得失, 荣辱浮沉, 就看在未来几十年内, 你能不能紧紧抓住机会, 你会怎么选择, 会怎么做了? 近短时间, 要特别注意在中亚和阿富汗的消息。 某种程度上, 那就有点类似我们赛跑师的发令枪。 大家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和转发。